他們以前的審美就是 你的鼻樑一定要又洗又挺又翹 但是他們現在已經拋棄 所謂認知的韓國水觀感是那種 滿臉油光啊 然後頭髮聰明的那種 那我們在上腮紅的時候呢 就是這邊面中剛剛打亮的部分 就變對了開開的方式 慢慢的把它蓋到長邊 你們有沒有發現就是有時候偶像 他們回歸的時候變得非常的漂亮 甚至你覺得它有微整形 但是呢它完全沒有動過 就只是因為它的妝容變了 而且近期呢 韓國他們在審美上面變得非常的多 除了穿著以外 現在妝容也都變化非常的大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面部的打光 提亮呢非常的重要 不僅可以讓我們的臉部非常的飽滿之外 也可以非常的有立體感 韓國Oniven呢 他們在打亮的時候呢 他們會選這一種液體類的 因為如果你是選這種珠光粉的話 它可能會導致你的毛孔非常的明顯 所以他們就會選擇這一種液體類的 像這種高光啊 光感會比一般的遮瑕還要再厚 所以我都會先把它放在手上 然後再來呢 用刷子 去把自己需要提亮的地方把它刷上去 那他們打光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鼻子 額頭 T字部位 然後以及你的法令 然後再來就是面中這邊一個倒三角 那因為我的兩側這邊是比較凹的 因為我顴骨比較高 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就是會把這邊再稍微提亮一下 那接下來呢 我就會使用海綿去把它排開 我的臉變得就是非常的立體 而且非常的飽滿 不會像剛剛就是沒有用的時候凹凸啊 那第二個呢 就是腮紅 像我近期真的最愛用的就是這一種 冷色調的粉 因為現在韓國女生呢 他們在化妝的時候 真的都是選這一種 反而比較不會使用像這一種 暖色調的粉 他們現在呢 也會使用像這一種 我就是使用海綿 打在臉上 那我們在上腮紅的時候呢 就是這邊面中剛剛打亮的部分 點綴了拍開的方式 慢慢的把它帶到旁邊 這樣子就是會有一個漸層感 而不是整塊都是那種粉紅色的 整體下來呢 腮紅就是看起來非常的自然 而且面中非常的體亮 在暈染的同時呢 千萬不要畫到鼻頭以下 你整體的臉就會看起來非常的狂 第三個呢 就是水光感 所謂認知的韓國水光感 是那種 然後頭髮超年那種 現在已經不是了 以前他們呢 就是在補妝的時候 他們完全不會用到蜜粉這個東西 同一都是用氣墊 現在的水光感呢 已經延伸到 只有部分地方是有水光感的感覺 那我們要怎麼去打造呢 首先我個人認為 在基底要做好 所以我會選這種帶有珠光的底妝前路 它擦上去呢 就是你會整個有亮粉 可是不會到那麼的亮 底妝也不能選霧面 就是要選那種偏飽式的 你們看一下現在的肌膚 非常自然的水光感 那擦上粉底之後呢 有些角度是有微微的水光感的 而不是整張臉看起來油光滿面 這樣子其實你不用特別去打亮什麼的 其實它的半微光牛奶肌膚就已經出來了 然後你在擦蜜粉的時候 部分的去補妝就好了 留一些地方就是讓它看起來還是亮亮的 第四個呢就是鼻樑 他們以前的審美就是 你的鼻樑一定要又細又挺又翹 但是他們現在已經拋棄 反而現在是肉肉的鼻子 最受歡迎 那我個人的習慣是先畫鼻頭 慢慢的帶上去到眉毛 鼻頭這邊要畫得非常的圓斷 所以在這邊下手 我就會稍微比其他地方還重一點 鼻樑這邊我就會稍微輕輕的刷過 就讓它有一點陰影感就夠了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他們今年最流行的妝容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近期 就是韓國他們在一些妝容上的小改變 希望就是有幫助到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分享 還有讚好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安喲